下雨了… 每次下雨天好討厭喔 又是堵車又是堵人的 這個時候吃早餐都沒時間了啦 哪有閒情醫師去店裡面 慢慢等啊 今天我們幫大家準備了 在下雨天沒有時間的時候 適合外帶的店喔 有哪些適合外帶的美食呢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去找找囉 出發 鄰近內科園區的江南街上 充滿鄉村風格的 吐司專賣外帶小店 多口味的鹹甜吐司變化 還有飲品搭配 是內科辦公園區 早餐或者是下午茶時段 都愛來上一份的美味輕食小點喔 接下來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找到 非常多的吐司料理之外 還可以找得到很多 吐司異想的故事喔 為什麼呢 先來歡迎店主人 在我身邊的是劍達 你好 主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先來看這一家店的位置 它其實是在一個 交通還滿繁忙的位置對不對 是啊 這邊就是整個 辦公族群比較具體的地方 對 也是希望說 在辦公之餘休息時間 透過我們提供一些 創意的點心 吐司以及飲料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 短暫休息 放鬆的一個時間 上班族大家都知道 很趕時間對不對 對 沒錯 可是為什麼在大家 很趕時間的時候 你們還想要營造一些 吐司的故事給大家 其實因為我們 我們折間店的店主人區 主要是有四個嘛 其實我們在創辦之前 大家我們全部都是辦公室的 也是在做辦公室的白日 所以你們也是上班族 是…對 然後其實 上班族現在時間 其實是一個很緊湊的 然後其實壓力很大 一方面時間短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以前上班都希望說 東西可以帶著就走 其實只是可以吃的東西外 其實還是希望說 有一些心靈上比較空氣的部分 可以在就算只是買個東西 3分鐘 5分鐘的時間裡面 也可以稍微偷個閒 放鬆一下 對… 這兩個就是你們的吐司主角 對… 他們有名字的 真的是有名字 然後為大家 各位觀眾介紹一下 這位男吐司人 就是我們的吐司叫做蓋勒 蓋勒先生 女孩子有朵個小草莓的 這叫福樂 對 所以他也是 蓋勒跟福樂的吐司家族 是不是 是 然後這整件電影 已經叫說 就是這兩個吐司人的家 的一個氛圍 胖嘟嘟可愛的念包 被女人畫得富裕角色之後 等候餐點時 就可以看到 牆上出現了 一夫夫吐司家族的 異想世界 透過年輕團隊的設計巧思 蓋勒與福樂的旅遊足跡 踏遍了全世界 超大型的吐司公仔 也坐在店門口 熱情的跟客人打招呼 外帶店的形式 雖然讓店面的空間不是很大 不過小小的空間裡 以豐富的色調 還有可愛的主題風格 營造出了這個一接近 就會讓人會心一笑的 愉悅氣氛喔 你們總共有幾種吐司口味 有算過嗎 目前的話 我們主要是分兩大類 一個是屬於Panini的 鴨桃絲三明治的吐司 以及說厚片吐司的部分 目前我們就各有六款 所以總共有12款 12種口味 12款的吐司變化耶 所以Panini都是屬於 比較偏鹹口味的對不對 今天選擇 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是什麼口味的Panini 是我們人氣的招牌的Panini 叫做墨西哥里肌Panini 所以它會有一點辣嗎 會有一點 它是帶一點墨西哥香料 除了里肌肉 生菜 起司 還有沙沙醬 還有一些今天番茄的部分 所以它在熱熱夾烤的時候 那個起司會有一點 融化融化的那種感覺在裡面 汁的感覺 咬下去那個起司融化之後 有一點那種熱燙熱燙的 沒錯… 那個內餡在裡頭 然後你會覺得它瞬間 有一個起司香會融化出來 然後裡面我知道 它有一點那種微辣的那個內餡 其實會帶出那個雞肉的香 沒錯… 雙層吐司在熱熱的鐵板上 夾烤過後烤得金黃酥脆 略帶焦香 一口咬下去 牙齒還會卡滋一身的酥脆口感 里層的內餡則有生菜的爽脆 以及里肌的滑嫩 在豐富香料氣息的 微辣沙沙醬調味之下 滋味呈現了酸甜清爽的多層次 一早進辦公室 帶上一份現烤帕尼泥 感覺一整天的工作心情 都會活力滿滿耶 第二大吐司系列的 就是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厚片吐司系列的對不對 沒錯… 然後這邊厚片吐司系列的 其實就是甜口味居多的 以甜口味為主 就是一個甜點 我們這邊看到的 這個第一款要介紹的口味 介紹口味之前我要先發現 它附的這個叉子好可愛喔 也是你們的這個 吐司家族裡面的人物耶 沒錯… 其實我們大概有17 8種的一個 這樣吐司造型的叉子 也說讓大家在買的時候 也有種期待說 我今天是拿到什麼樣的造型 然後也有很多客人說 很想要湊成一套這個收藏品 也是一個小禮物的一個概念 除了多種造型的竹籤 可以當作收藏之外 外帶餐盒的設計 也以淘喜的鮮紅色 搭配上可愛的條紋 來營造整體的 包裝品牌療癒玩味的概念 而店內甜口味的吐司輕食 更是充滿療癒系風格的甜點喔 我們看到它其實把烤的金黃 然後膨起來的 這個是什麼 什麼口味的 這個就是棉花糖厚片 棉花糖厚片喔 對… 然後就透過說在烤的過程 把棉花糖烤一點微焦 它就會有一點外酥內軟的感覺 然後在最後再撒上 我們的黑巧克力跟白巧克力醬 其實說整個的口感跟滋味 都滿有層次的 光是看上面的棉花糖 它會彈膝耶 真的 對 然後它烤到有一點那種 焦化…那感覺的話 看起來就很誘人 棉花糖烤得焦焦的時候 你有點那種焦脆焦脆的 那個感覺 然後裡面還是軟的 對 裡面會是那種 像泡泡的那種感覺 沒錯 綿綿的 對 綿綿的棉花… 然後下面的那個麵包 就是烤過了之後有那個 奶油香氣有一點浸潤 到下面的那個麵包裡頭 然後這樣子搭配紫蘭 你就會覺得是吃到奶油麵包 然後又吃到棉花糖的那個 烤過的香氣在裡面 對 簡單的搭配就很好吃耶 鋪上棉花糖前 抹的這一層奶油 因為帶著一點微微的鹹味 所以當烤得熱溶的棉花糖 與吐司結合一起入口時 奶油的鹹剛好中和了棉花糖 絕對甜膩的口感 剛出爐的時候吃熱熱的 吃起來棉花糖是鬆綿細緻 像泡沫一樣 稍微放涼了吃 棉花糖則變得軟Q又有彈性耶 搭配上底下烤過的鬆厚厚片 吐司一起入口 結合了舒服的麵包香氣喔 下午時刻在辦公室來上一份 是幸福感滿滿的3.1克小食 而且號召同事一起外送 大家還要聰明選擇不同口味 因為店家在餐點製作時 注入的小貼心 讓大家吃的時候 就可以輕鬆分享了耶 劍達 我發現你們有一件事情 小細節很貼心喔 就是你們的厚片吐司 其實都會先把它切好 沒錯 這樣子吃的時候 你其實就不用再去切它 不用再去那個 在辦公室的時候吃點心 不用那麼的就是麻煩對不對 一方面是讓消費者 在使用的時候是方便 另一方面是更希望說 其實這些的產品 都希望是大家一起共享 一起分享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覺得人與人之間 已經是相處起來 一起做一些事情 一起吃喝玩樂 這是最貪心的 所以我們也是透過九宮殼的概念 是一個分享的一個意念在裡面 這個是盆栽喔 真的是把土放在上面嗎 對啊 沒錯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對啊 這個大家敢吃嗎 這個感覺還滿自然的 無毒的 對 這是把什麼土放在上面 要不要記憶一下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Oreo Oreo巧克力 是Oreo啊 對…巧克力碎片 其實它這個產品的名稱的全名就是 所以原來是利用巧克力的餅乾 沒錯… 然後去玩這樣子的一個趣味 對 就是營造出土壤的感覺 其實在整個產品完成的時候 其實我們上面還有一個薄荷葉 其實植物對上班族來說 其實就是最好的療癒的產品 我覺得就是滿玉綠藥 很有生氣的感覺 所以它也是走一個療癒系的一個 玩味視覺在上面對不對 是的 它烤過之後會脆脆酥酥的 對 Oreo烤過的時候 它會加一點酥脆感 對 然後在 它搭配說巧克力醬 配合它原本的Oreo巧克力碎片的 那個巧克力味其實是還滿濃郁的 但是又不會太甜 它不是完全甜耶 我覺得它有一點那種 鹹酥鹹甜的那種感覺在裡面 對… 除了現點現烤的吐司專賣之外 這裡的現做手搖椅 也很受鄰近上班族的歡迎喔 招牌多層次的盆栽與製抹茶 也是建達推薦我們 兼具了視覺玩味 以及味蕾層次的招牌飲品呢 最後正達還要推薦我們一款飲料 這一個是上面有漸層 我們發現它有兩層 不同的這個層次 是什麼飲料 它是我們的盆栽與製抹茶 也是盆栽系列喔 對啊 可是這個盆栽 跟剛剛巧克力的盆栽又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它是很像是在雪地裡面 然後剛好冬季轉秋春季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新鮮的樣貌 突然的感覺 好有畫面在裡面 對 這一杯它下面是抹茶 然後上面是用什麼東西 去造成它的那個 它是奶蓋 對…我們特製的奶蓋 所以它是那個鮮奶油 打成的那個奶蓋嗎 對…沒有錯 好 喝的時候不要用吸管 不要…這樣 因為還是要享受一下奶 就是奶蓋那個綿密感 對 建議還是主持人可以直接喝 直接喝是不是 對 它那個奶蓋接觸到嘴唇的時候 好舒服喔 對… 因為我瞬間被那個很輕柔的 泡沫包圍的感覺 而且它的那個奶蓋 有一點微微鹹鹹的滋味在上面 還是會有一點 對 對 然後你會覺得那個鹹鹹的那個滋味 搭配上下面的那個 與製抹茶的那個茶香 微甜的 它的那個乾韻其實很香 一片簡簡單單的吐司 在店家的用心製作 與巧思變化中 能夠呈現這麼多種的 鹹甜玩味風貌耶 隨時來上一份帶著走 真的是太適合 喜歡求新求變的 忙碌上班族了 位在民生社區的溫馨小店 是間台北少見的 法式收拾小廚房 在每天變換的不同菜色中 要供應給大家一道道 價格平時 但手作細事的法式家常料理 在外帶美食當中 也可以找得到精緻的法式料理 這代表法式料理 不再那麼的遙不可及 在我身邊的 就是把這樣子的 遙不可及的法式料理 實現外帶的嘉玲 哈囉 你好 妳好 大家好 大家應該沒有想過 法式料理有一天 它可以熟食外帶吧 其實在台灣比較少見 可是其實在法國 這種熟食外帶店 就是很普遍 真的嗎 對… 對 但是就是國人的飲食習慣 可能比較習慣吃熱食 可是法國他們通常就是冷食 他們接受度比較高 所以在法國相對而言 他們手食外帶店 很多都出冷菜 對 可是在台灣 我們這樣子的手食外帶店 其實出的菜 都是我們可以就是回家 再重複加熱 然後它的美味度 不會降低的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去克服它那個 重複再加熱的那個難度 所以我在就是想菜單的時候 我也要想 就是我是以外帶為主 所以通常開的菜色是 可以讓就是客人拿回去 再加熱 方便 容易加熱 的菜色 對 雖然是小小的店面 不過最大的空間 其實留給了廚房 對… 每天的這一些菜色都是你 就是要去決定說 這個禮拜我要出些什麼菜 然後你早上就親自去市場 採買這些食材嗎 對啊 因為有一點是因為 我這邊空間比較小 所以我不可能 買很多東西來儲存 所以就想說 反正每天也要去買海鮮 那就乾脆就是自己 每天跑菜市場 東西也會比較新鮮 佳玲說在巴黎街頭 常常會出現這一類的外帶店 店面通常小小的 也不見得有座位 而櫃子裡 會成列美味的前菜 以及暫時可以填飽肚子的熟食品 麻雀雖小 但五臟俱全的可口小店 隨時能夠滿足 每一位過客挑剔的嘴 從法國的名廚藝學校 Belbo Goose 畢業學成歸國之後 嘉玲曾任職於飯店 及法式料理餐廳 現在自己開了店 想要把這種 巴黎街頭小廚的概念 在台北延伸 所以選擇了 在寧靜的住宅社區裡 開設了這個小小天地 只有兩個座位 給想要內用的客人 其餘的餐點 都會妥善的 以可微波的餐盒包裝 提供大家 外帶也能夠輕鬆覆熱的 城市野餐餐盒 每天變換的一套菜色當中 會有濃湯 主食 鹹派等 新食搭配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看 今日主廚為我們準備了 哪一些法式菜油吧 首先在湯品的部分 這一道就是 就是一般我們看到的 這一些濃湯很不一樣 因為一般大家看到的 都是濃湯 就是大家習慣 譬如說玉米濃湯 蘑菇濃湯 這邊我們今天出的菜色是 栗子濃湯 是把栗子融合在 新鮮的栗子 新鮮的栗子 為什麼要把栗子融合在 這個濃湯裡頭 因為我覺得秋天本來就是 栗子的季節 我們現在也快秋天了 我覺得栗子湯這種東西 一般通常要去飯店才喝得到 我自己覺得還滿好喝的 對啊 我想說就是做一些 家常的法國料理 就是讓一般民眾 可以用比較 然後他也喝得到這樣 它除了栗子 還有哪些元素在裡面呢 我這邊就是有放一些 洋蔥 大蒜 就是讓它慢慢炒香 然後再放一些馬鈴薯 高湯 鮮奶油 然後我有丟一點地瓜 因為我不想要加糖 所以我就想說 用地瓜來取代糖粉 然後增加它的甜度 對 有耶 我好像有看到 一個比較金黃色的一個 那個沒有完全打的 很細碎的那個顆粒在裡頭 對不對 好香喔 我剛剛這樣攪動一下 你就聞到它那個奶油 帶出它整個香甜的氣息之外 還有蒜香的香氣在裡頭 我先來喝湯看看 好甜喔 甜甜的 對 甜甜的 然後它喝起來的那個綿密當中 是不是還有栗子的顆粒在裡頭 喝起來滑順濃郁的湯頭 佳玲說完全沒有添加其他的粉類 是用馬鈴薯以及地瓜的自然澱粉 產生的濃郁度來呈現湯頭的 香濃滑順口感啦 湯裡頭除了打碎的栗子 地瓜 馬鈴薯外 還用洋蔥 迷迭香以及百里香 來增加香氣 鮮奶油則是點出了湯頭 溫潤乳香的氣息 而整顆的栗子在湯裡頭 更是畫龍點睛的 呈現了香甜鬆軟的口感 每一口喝起來 都有著滿滿濃郁的 幸福感覺在其中耶 剛剛看到佳玲幫我們示範 製作的這一個手工法式鹹派 香噴噴的出爐登場了 佳玲法式鹹派在法國人的心目 當中很重要的地位嗎 就很平民化 就很像我們台灣小吃吧 非常普遍就對了 然後法國女生很喜歡 中午的時候 就一片鹹派配一個沙拉 法式鹹派它有非常多種口味 對 這一個你剛剛製作的是什麼口味 我用的是最傳統的 就是培根跟洋蔥 還有一些鮮奶油 蛋跟起司 對 剛剛看到它在要經過 炒香餡料的過程是不是 這個是最傳統的製作方式嗎 對 而且不能快就是慢慢來 因為要慢慢來才能把香味 就是培根太油 也會吃起來噁心 法式料理它需要經過耐心 然後慢慢…這樣子去製作對不對 我其實剛剛只是 就是把它含到口腔當中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那個香氣好夠喔 是因為它的那個豬培根 已經爆香很久的那個時間對不對 對 然後再加上洋蔥的那個香味 你會覺得它的那個香 整個是布滿在派裡面 然後底下的那個派皮烤得酥酥的 上面的那個蛋液 其實吃起來有點像蛋塔的感覺 鹹的蛋塔吧 洋蔥與培根共同扮演著派線主角 彼此激盪出了培根的煙燻油香 以及洋蔥的焦糖甜香 在輕柔濕潤的蛋汁包裹之下 彼此的味道互相融合交錯在一起 搭配上底下酥酥紮實 奶油香氣的派皮 這個時候如果是外帶前派回家 要佐上一杯冰涼的白酒 在家裡也能夠享受著 法式品味的隨性優雅喔 剛剛說法式前派 需要花很多時間來製作對不對 接下來這一份燉牛膝 它要花的製作時間更長了 佳玲 這份燉牛膝花了你多少時間 最少差不多都要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耶 為什麼它要燉這麼久 燉足的食物本來就是需要時間 然後我又再給它泡一碗 泡一個碗上 對 因為我覺得會更入味 對 牛膝它就是用膝蓋骨的那個部分 部位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子肉眼看到 它其實是有一點半筋 然後帶著一點肉 就帶筋又帶肉的那個部分對不對 對 然後它的這個燉煮的醬汁 是用什麼醬底來去燉煮它 我是用一些就是蔬菜然後紅酒 然後下去就是熬煮這樣 對 所以是有點類似像紅酒燉牛肉 這樣的燉法嗎 只是其實部位不同這樣 口感 因為部位不同 口感也會有一點不同這樣 牛膝跟牛肉比起來 它是不是要燉比較久的時間 對 因為它體積也比較大一點 對 而且其實就是這樣燉完 隔天膠質很多 就是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個嘴巴還會 就吃的時候會黏黏的 因為那個膠質 而且它已經燉到那種 入口即化 它變成綿綿滑滑的 然後你會覺得它的那個 化口度非常的好 燉得火候十足的肉質 牛肉部分軟嫩 牛筋部位則是滑口 只要輕輕的用叉子稍微用力 就可以將肉質與牛骨輕鬆分離 紅酒醬汁在長時間熬煮之後 融合了牛大骨的濃郁精華 略帶酸甜的氣味 又讓這份燉菜 多了幾絲清爽順口不膩的氣息 搭配著一旁附的配菜一起吃 分量十足喔 而其中這個黃澄澄的泥狀配菜 更是小見的一道半疊法式配菜呢 這一個部分 看起來像是馬鈴薯泥 可是它其實不是喔 這個是什麼 它是Pelenta玉米碎 玉米碎是什麼 對 就是那種曬乾玉米 然後它打成小顆粒以後 然後我再加鮮奶油 牛奶 然後還有一點起司下去 就是慢慢的燉煮 這個東西就是平常外面餐廳 比較少看到 我沒有吃過玉米碎耶 其實這也是很普遍的 就是在法國也還滿普遍的 一種澱粉類的食物就對了 它是小顆一顆一顆的 對… 然後吃下去有一點 你會瞬間好像在吃 小米粥的感覺 然後有混合著 奶油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綿綿滑滑的 你稍微抿一下 它的那個一顆一顆的 那個煮絲就散開了那個感覺 這個 然後它好吸下面的那個肉汁 因為它的那個 也是像馬鈴薯泥 可是它沒有那麼完全的棉花 然後所以它 就是在吸下面那個肉汁的時候 你吃下去 它還會把那個肉汁 扒在它的那個顆粒裡頭 然後所以你瞬間抿開的時候 那個奶油香 然後肉汁的那個 香甜味在那裡面 然後你會覺得瞬間 它整個那個氣味 會帶到你口腔的 四周的那個感覺在裡面 不像過去法式料理 給人高價難以親親的印象 裝在餐盒裡頭外帶的吃 價格更平實 但美味以及法式用心不打折喔 想要在家 也能來上一餐法式料理 這裡是不錯的尋寶天地呢 誰說外帶餐點 美味就只能打折扣 在店家的用心下 外帶餐點也能夠好吃的不得了 而且省了時間還省了荷包 是不是一舉數得啊 點心啪啪購 我們下週見囉 中文金 我旁邊吃飽